李小璐教女儿跳舞,只给自己加滤镜,有黑甜心竟沦为背景墙,说起女明星在合照时只给自己加滤镜,让同框的人沦为背景墙的故事在娱乐圈算是特别常见的故事了。 然而近日却发生在了李小璐在教女儿跳舞的小视频当中,她竟然只给自己加了美白的滤镜特效,完全不顾有黑的甜心,就好像生怕对方会抢自己的风头一样。 于是沦为背景墙的甜心也就引起了网友的心疼,然而让人意外的却是当李小璐在自己社交平台上传了一段教女儿跳舞的小视频当中,她却只给自己加了美白滤镜特效,完全没有顾忌女儿的感受,就这样让有黑的甜心直接便沦为了背景墙。 像极了之前娱乐圈中女星合照,故意致批自己不批对方的操作,如今用到自己女儿的身上也真的是没谁了呢? 其实甜心原本也是一位非常乖巧可爱的小女孩,不仅继承了妈妈李小璐的颜值,更是继承了爸爸甲乃亮的幽默细胞,在同龄人当中也算是一位高颜值小公主了。 可是这一次当李小璐只给自己加滤镜不给她加的时候,强烈的发展瞬间就特别大了,简直就是已经沦为背景墙了,也就不难怪网友为什么会心疼她了。